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领跑 巴伦战霸 重庆冷酸林 苏博尔杭州和贵州百灵队占据三甲 浙江建设银行 大连上方横业 辽宁绝花岛和中信北京分裂四到七位 而今年的维甲新军安徽华裔队则是高开低走 巴伦过后退居倒数第二 前景不容乐观 老盘禁旅 中国移动上海队八轮紧急七分 排名继续垫底 降机阴影挥之不去 维甲无弱里 维翼联赛同样也是抢手如临 不久前 2012年全国围棋以及联赛在福建的厦门举行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今天的维翼联赛总共有16支队伍的64名棋手参赛 日本老将赵志勋携三名日本年轻棋手首次组队参赛 是成为比赛的最大亮点 引起了各方媒体的关注 而以超级棋手李适时领衔的十位现役韩国顶级棋手组成的庞大外援队伍 在维翼联赛上同样也显示了强大的实力 经过七轮凹战 最终广州广日队和广西华蓝队获得了冠亚军 成为2013年度的维甲新军 不满18岁的小将党一飞 年初在国际大赛上豪取17连胜 并获得第四届BC信用卡杯亚军 引得国人瞩目 这位偏偏少年 本次代表四川队参加了已籍联赛 在比赛的间隙 我们采访了他 主要是我爸把我带到这条围棋 围棋路上 后面也是真的是拜过很多事 然后北京的话 业余的时候就在道场带着 然后升了职业之后 在国家队里就是去 那平时在网上下几个吗 对 回家之后我一般就是网上也下一下 我觉得往期对我起力的提高还是有帮助 在网上也就是一般都和什么样的人对去呢 对 我们有些人下的多了嘛 我一看那些ID我就知道是谁 然后一般都和那几个比较知名的人下 大概就是朴婷环 然后朴永迅 还有袁胜珍之类的 那胜率怎么样 我胜率还是差一些 拥有着朴永迅 党义飞 古灵义这样强大阵容的四川队 他们的冲甲之旅呢 依然是功亏一篑 唯一联赛的竞争之残酷可见一斑 聊过了联赛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刚刚开赛的 第十四届阿含同山杯中国围棋快棋公开赛 由于冠军将代表中国出战中日阿含同山杯冠军对抗赛 因此阿含同山杯历来都备受其解的瞩目 本届比赛更是吸引了国内几乎所有的职业和业余高手参赛 通过等级分排名和网络选拔 共有144名棋手进入本选赛 最终刘兴 周瑞阳 陀嘉熙 延欢 佟孟成 张伟 孙腾宇和安东旭 连闯四关进入本赛 他们将与八位种子骑手展开角逐争夺最后的冠军 第四届瞿洲烂科杯中国职业围棋冠军赛 7月2号在北京开幕 这个比赛呢将会在7月3号和5号连战两轮决出八强 渠州烂科杯是目前国内等级分最高 水平最高和奖金最高的职业围棋赛事 这是一项三高赛事啊 那么后面的比赛呢将会在八月底 在著名的围棋之乡浙江省渠州市举行 好了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中央电视台体频道将会在7月10号和11号连续两天为您现场直播 首届中信银行杯CCTV电视围棋快棋赛 那具体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半 请广大的亲密朋友相互的通知一下 咱们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王源八段为我们带来围棋古典名著繁育药处总绝 广告之后精彩 市乡下的繁育药处总绝 从之前好多次给大家介绍到这个繁育药处总绝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个感受 相信我们的旗友啊 在进一步的了解了市乡下这个繁育药处总绝之后 一定能够与我有同感 这就是繁育药处总绝他所说到的旗上的道理呢 非常精彩 而且呢从过去到现在 从250年以前 当时实现下总结的这些东西和我们现代棋局上所反映的东西呢 哎呀到处都是一致的 它的精髓的地方是一致的 非常好 就是说过去的精神 过去的思想到现在的棋盘上仍然在闪闪发光 好今天我们也来品读一句 这叫一劳互亦盲虚夺 这一句啊就叫一劳互亦盲虚夺 那么像过去一样 我还是把它的注识给大家念一下 一劳互亦盲虚夺 同此一步 比拒之则比义 我占之则我义者 虽忙伏让也 就是说凡是那种非常要紧的地方 敌人啊 对方占据了他就很舒服 而我占据了恰恰这一点我也很舒服 这一点或者是这个方位 这个方向 那么这样的棋呢 虽然你很忙啊 大家现在工作都很忙啊 日理万机 那么虽然你很忙 但是你也不要让 这个地方也要占据他 这个道理一说 肯定我们大家也都很理解啊 彼此会心一笑 那么在棋盘上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请大家看棋盘 我给大家先摆一个简单的棋例 比方说棋盘上有这样的一个形状 轻位 然后呢拆边 这个是很常见的 在某一种情况下呢 也许对方来打入 或者是他挂脚我三尖家 然后下成这样的情况 这会儿呢 我们先假设该黑旗下 这会儿就有一个 一劳互义盲虚夺的问题 什么地方是关系到彼此的劳役呢 很简单 黑旗如果把脚上一印 这个脚上就全部变成自己的实地 与此同时影响了白旗这个子的根据地 那么这样的旗呢 就可谓劳役攸关呢 当然在之前的梵语教授总决当中 诗相下也说到 我们的旗有可能也记得 叫劳役攸关少疑图 可能各位也有印象 说的呢 跟这个是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出入吧 好 请大家再看棋盘 假设黑旗走 当然是扎钉也好 跳下去也好 一步到位 也可谓和上一次说到的 凡一当真一招进 一丝差不多 一步到位 脚上变成实地 然后外边呢 看你这个子啊 究竟用什么方式去落荒而逃啊 跳也可以 扎钉也可以 这是黑旗要下的情况 那么白旗要下的情况呢 也是 叫做虽忙扶让也 白旗要下也是赶紧 二路给它滑进去 这样可以相当程度的伸根 当然现在比较流行的下法嘛 你下这个也是可以的 拖完了之后 再搬进去 这也是可以的 可谓这个飞第一选择 拖了连斑第二选择 再不计再不计 第三选择 你这个点角也要考虑 也是充分可以考虑的 总而言之呢 在这种情况下 在续盘阶段 出现这样的格局的时候 一般来说这个扎钉或者跳 和白旗的这个拖或者飞 再差一点点点三三吧 这三种下法两者相比 黑旗的下法和白旗的下法 两者相比呢 就可谓一劳互役 一劳互役 忙须夺 再忙再忙 您也要抽出时间 把它占领了 这个就用这个简单的棋例说一说 但是呢 我还是想经过 通过近期的一盘 比较重要的棋局呢 也来解释一下 议论一下 给我们大家留下一些印象 在最近也是在五月底 就是在五月二十七号 当时二十六到二十七号 这两天在日本有一个大的比赛 这个日本呢有三大比赛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棋胜 一个是名人 一个是本义法 我们的棋友呢了解的 就是资深一点的一定这个是了解的 他们这三个比赛呢 一个是高奖金 第二个呢是传统性的 历史很悠久 第三一个呢 就是他下棋啊 决赛的方式 使用时间很多 他们每一方使用的时间是八小时到九个小时 而我们一般呢 这种世界大赛呢 使用的时间是三个小时 所以日本的这种比赛 他一般啊 棋手要下两天 他这个时间就很富裕啊 那么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 就是5月26号到27号进行的日本的这个新一届的本义坊赛的决赛第二局 是有两位 一位呢是本义坊 他的名字叫做山下进吾 另一位呢是他的挑战者 他的名字呢叫景山玉泰 景山玉泰呢年轻 二十一二岁吧 年轻一点 山下呢不到三十 这两位都还是年轻 他们的棋呢 他可以说是都是有日本的为其价值观的印记的这么两位年轻的棋手 但是正如我们大家都了解的这样 日本大赛他这个冠军获得者他的奖金非常非常高 你比方说本义坊战他的奖金至少在4000万日元以上 所以呢日本大赛他们这些棋手的冠军奖金很高 但是他们一参加这个有中国棋手和韩国棋手参加的世界大赛的时候呢 往往在三十二强第一轮他就咽旗息鼓了 就被我们冲得稀里哗啦 很显然他们的为其价值观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当然我们在这多说无意 要让他们自己去反省 好的我们通过这盘棋呢来看一看这个 一劳互义盲虚读 请请大家看棋盘 这盘棋呢是第二局是由山下近武本音法对挑战者紧扇欲态 他们这个决赛呢是要下七盘棋 每一盘棋呢要下两天 这个不是连着下的 是比方说这个月下两盘 下个月再下两盘 一般呢延长的时间是很长的 黑棋呢是山下 这个开局还是比较正常的 白棋是紧扇欲态 黑棋下一招挂角 然后白棋再挂 这开局也很常见 黑棋下一招二将高加 稍微要说一下 这个开局我们的棋友呢肯定以前看了很多 但是呢吴清元大师大概在三五年以前就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个布局啊 我们的棋友就不见得知道了 吴清元大师呢就从宏观的思维上提出了一个见解 我觉得这个见解非常棒 请大家看棋盘 就是当这个格局黑棋新小木和白棋的小木 小木朝外和这边的新这个格局下好 黑棋下一招来挂这个角的时候 白棋经常是到右下角去挂 这会儿呢黑棋在这一代选择任何方式的加工 照吴清元大师看来这个加工 我把棋子放在这儿 你怎么加工都行 这个加工呢就显得行棋的目标没有那么明确 那么他老人家的见解是什么呢 他是说在这种格局下黑棋应该下的一招骑士尖起来 先把拳头斩起来 先把自己的位置占得比较高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行棋方向和这一代的行棋方向 黑棋必得棋 看上去第一阶段白棋这个拆在这一代比较从容 但是第二阶段当黑棋从这一代来行棋的时候 黑棋会比白棋更好 举个例子来说 我这个画个设计图啊 简单说一说 先挂然后再加 这个白棋都是必应的 当黑棋下一招从这拆回去的时候 我们我这个就今天不展开长篇大论啊 白棋这个房 这个房啊也可谓一劳户役忙须夺啊 这个白棋必须要防 防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分析透视这个格局呢 发现吴大师说的太好了 就是黑棋这个尖起来的这一片 黑棋是有发展有配合的 白棋尖起来的这一片没东西 它只能归缩于一个角上去做活 它的发展性说不上 再看第二个指标 白棋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内 这个开拆它是一种状态 但是不是很好不知道 而黑棋在白棋左边 它这个开拆和搭配的 骑行搭配的这个格局啊 黑棋是很好的 这个格局比这个好 因此现在已经有两条指标 黑棋都已经比白棋好了 就算你这挂过去 它就算跟着硬也是这样 白棋这个格局也没有 黑棋这个合理 没有这个好 白棋这个尖起来没有发展 黑棋这个尖起来有发展 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 黑棋就是不错的 那么能够看到这一点 并不是每一个棋手都做得到的 至少我做不到 但是吴大帅说了之后 各位想一想是不是很有道理 然而我们知道围棋是博大精深的 实际上盘上的棋 续盘阶段怎么下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善如流 能够多学一些东西的话 至少我们得到的乐趣会多一些 好 下面请大家看棋盘 我们来看他们两位 这个至少看看他们是怎么下的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看几招 也简单议论一下当代的日本棋 实际上呢 是三下进屋到这来加工 那么锦山玉泰呢 是到这来飘 飘的时候啊 顺便说一下 就是当黑棋用任何方式加工的时候 白棋只要是在这一线 用任何方式这么一划开啊 一划开了之后呢 就是白棋非常从容的就把黑棋的先遭优势呢 就磨损了那么一点点啊 损耗了那么一点点 主要是这个意思 所以吴大师提出来 黑棋应该先不进攻 按兵不动 好的 话题再切换到今天 他们实际上这盘棋呢 白棋是下的这个 黑棋下一招是飞这个 白棋再走这个拆 下一招棋呢 下的比较酷 山下呢 比较有创意 这个阵头 这个阵头呢 又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这个阵头对于现在的年轻日本高手来说 可以说他们需要这样的精神 要不然呢 这个莫守成规啊 就就更难办了 那么能够下出这么飘逸潇洒的 这样的棋的这个棋手呢 实际上往他们的围棋历史上来看 要倒数三百年 三百年以前 当时他们的一位先辈 叫本音坊道策 他的棋就是比较自如的 那么道策其实呢 被日本奉为一个顶峰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中国历史上与他同时期的一位高手 名目清楚的 叫黄龙氏 他们两位的棋力和境界 实际上是旗鼓相当 非常遗憾 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么一个机会 让他们两位来切磋一下 假如有这个机会 我肯定投黄龙氏一票 而且我觉得我要赢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棋盘 当黑棋在这挣的时候 这一代出现了非常多的变化 今天呢我就不细细的说了 主要是我们要说这个主题 黑棋这个阵头啊 哎呀这个变化太多了哈 很精彩 那么白棋呢实际上是下了这个 拖 三三 再虎这个 黑棋再退 因为黑棋这个阵头呢 他简单说来是 他看着这个点 同时他期望以反击 然后他从这一代来飘 把两边的力量进行一些综合利用 白棋呢下一招棋 锦山玉泰下了这个 黑棋再下这个 点进来白棋真的就挡了 黑棋下一步再顶 顶开的时候 白棋的这一招棋 就是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扣上了 叫做 一劳护义盲虚夺 这招棋呢就关系到双方的劳役 请大家看棋盘 当白棋一蹲下来的时候 这块白棋基本上好了 与此同时挤压了黑棋的空间 所以黑棋就没有那么安顿 假如黑棋有很好的机会 到这儿一个巴掌蹲过来的话 黑棋自己活透了 空也很大 白棋这四个棋子 完全像秋风落叶一般 因此这个棋型呢 这招棋就叫做 劳役护役盲虚夺 只不过呢 要推敲这个布局呀 这个话题就太多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这个 劳役护役盲虚夺 留一点点尾巴 以后有机会再来议论 就是今天这盘棋 就是5月27号 日本本音访站出现了这盘棋 多多少少闪现了一点点 日本年轻棋手 想要革命 想要进步的这么一种信息 有这么一点信息 说实话 我们看见也是很高兴的 他们老是这样不堪一击 现在在世界席界已经形成了一个 非常令人郁闷的这么一种影响 好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聊 好 感谢王源八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还是要请上 王玉辉七段和球单云二段 为我们来详解 2012年金力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职业甲级联赛 陈耀叶与袁胜珍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刚才呢 主持人已经为大家介绍了这个联赛的情况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和王老师呢 一起给大家介绍这盘对局 嗯 好 好 那这盘棋呢 对两个对手都很强 也是很知名的棋手 我们也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这盘棋是非常精彩的一盘对局 陈耀业 直黑先生 陈耀业呢 最近直黑下中国流的频率也很高 就是有一段好像大家都在热潮 这个中国流的概念是不是过时了 好多人突然间一起就不下了 这事儿确实也挺神奇的 这个中国流的布局呢 确实流行了好几年 那大家往往是一窝蜂的一起下 要不然就是一窝蜂的一起不下 前一段联赛的有一轮吧 好像说大家几十盘棋 没有一盘是下中国流的 也很好玩 大家终于对他觉得厌绝了 对黑棋先挂 对这个呢 稍微有点意思啊 如果我相信 如果要是白棋 比如说二连星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布局 哪怕是这个星小木啊 可能陈耀业就直接下这个中国流了 但是偏偏呢 是白棋实战的这个底下的星上面的小木的时候呢 陈耀业要先挂一下 这个呢 稍微有点学问 邱丹云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这个高挂呢 一般来说 比较普通的想法的就是觉得 好像不想被人家这些小木脚 率先手脚或者是 他也下中国流之类的想法吧 你先挂一个 先限制他这个小木的这一类的下方 他主要呢 陈耀业啊 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个 因为这个这个棋呢 我们以前经常的研究啊 对局啊 训练的时候都会经常的遇到啊 陈耀业呢 我想啊 他直接下中国流不是不想 但是他心里有可能隐隐约约的 他是讨厌别人跟他下模仿棋 这个下模仿棋呢 对于白棋来说 不失为对付中国流的一个 这个剑左偏锋的一个良药吧 那有一阵下挺多的 所以呢 他这个先挂一下 一般来说呢 挂脚的时候 白棋也就脱退了 对 不管你是脱退 还是走加工什么的 反正你就下不成这个模仿棋了 这个相信呢 可能也是陈耀业下这个挂脚的 其中一种思路 然后你看他交换完了以后 他这地方他也不走了 他也不走了 他马上再回过来走中国流 就说明他 陈耀业在下这个棋的时候 还是把中国流当成 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中国流是非下不可的 但是呢 我还要同时阻止你 跟我下模仿棋 对 以防你打乱我的这种节奏 对 这个棋呢 比较有意思 看起来陈耀业还是比较酷爱 走中国流的是吧 起码在这一段时间吧 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呢 2009年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年 就是那一年的 金利智能手机队维加联赛里呢 我跟陈耀业是队友 我们俩一同效力 在这个中信北京队 所以呢 在那段时间 我们之间的沟通也比较多 对于棋的一些想法 布局的一些构思啊 也都有一些交流 他这个想法呢 我估计我猜测的 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我今年陈耀业 在前七轮当中 胜率还是挺高的 总共是五胜二负 远远高于原胜珍 原胜珍反而发挥不太出色 只有一胜四负 是这样 那陈耀业因为他也是经常当主将 大家都知道中信北京队呢 以前是孔杰九段 健康当主将 但是最近呢 孔杰的状态确实不太好 那陈耀业就挑起这个重担了 那陈耀业虽然还没有拿过世界冠军 但是他的实力 早就有世界冠军的实力了 对 想起也迟早的事儿 他说冲击世界冠军魏国 小飞 白旗小飞 白旗小飞 这个旗呢 其实多少还有点模仿旗的影子 但这个时候呢 很容易 这种格局啊 很容易就变成这个互为模样的这么一盘旗了 我们看黑旗呢 也是很契合 黑旗走这个 其实黑旗要是现在稍微的 比如说软弱一点啊 黑旗可以退这个 退这个就下不成这个队友模样的旗了 然后长 对 拆个 白旗 白旗估计还是要逼住 逼住 要不然这个别人再拆盖价值太大了 然后黑旗 黑旗其实再走也可以 黑旗正常的话可以补一个 稳健的补一个 这个呢 确实也是一局 也是一局 如果我下黑旗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下法 因为我胆比较小 我比较害怕这个对方 跟我互为模样 因为互为模样的这个旗啊 应该说很难掌握 不管是黑是白 对非常难以把握 除了极高的水平呢 还真的是需要一点勇气 能下这个对位模样的旗 陈阳夜显然是实力跟勇气都不缺乏 所以他才会走实战的这个小飞 这个小飞呢 就是一定要逼你先进来 你要是先进来的话呢 我先攻你两下 然后再走这个最后的大肠 这样的话黑旗就比较开心了 先把大肠先占了 然后白旗 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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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黑旗这边六个子所构成的这么一个这个布局的形状啊 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非常漂亮 对 不太容易再找出 就是你这六个子随便摆 让你随便摆 也不太容易摆出别的这六个更好的局面 可以跳到这一点 局部的这个形状还是不错的 然后白旗拆上面 对 王老师现在上下这两条边 应该如何选择呢 真的是不好选 真的是不好选 我都觉得这个棋 我在想的时候 这个哪个大确实也很难讲 很难讲 白旗一下的话 白旗走这个也很大 对 也很大 你要是拆的话 它再跳起来 确实也很大 是 你如果震的话呢 它就飞着这个胃空 确实也感觉上也是不错的 这个前一段 我记得咱们这个西派乐讲过一盘棋 就是李世时跟范婷玉下的一盘棋 应试杯 就是李世时选择的就是这个 李世时 范婷玉是尖冲 输给范婷玉了 对 所以就这股棋 确实也是很想下的一首棋 当然实战 他既然选择这个 也有他的道理 这首棋上下确实 这个很难打分 100分 99分 98分 这个很难打分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 凭棋手的一种直觉 因为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凭计算下出来的 是凭直觉下出来的 是的 看看那感觉 也是可以的吧 这首棋 拆到那里 不管怎么说 如果以间隔的距离来说 是这边比较宽一点 很理想 因为这个后市 这个后市的发展面 显然是这边更重要一点 这边稍微次要一点 所以白棋拆出来 显然也是 无可指摘的一首棋 黑棋B这个 真是够凶的 这首棋B 典型的陈阳夜的风格的棋 就是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的退路 到头了 到头了 这头上人肯定不能走在这儿 这其实普通的走在这儿已经可以满意了 这个幅度已经是 对于黑棋来说比较开心的一个形状 逼在这儿 逼在这儿的意思就是说逼着白棋在这儿打入了 你不打入也不行了 因为你如果不打入的话 我下一首棋就不是往回补了 我是补在这儿了 如果构成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 白棋再想打入那个也要辛苦多了 对 而且打入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被人家在另外一边围成很大的困 是所以他这首棋逼到极限就是丝毫不给对手退路 这个年轻气盛 这是平常夜的棋 是 那这个时候原生人已经没什么好选择了 只有打入了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只有打入了 黑棋小肩 小肩 对棋不能跳 跳的话给别人留一个拖过 这是不舒服的 对 小肩 白棋往外飞 跳起来 跳起来 对 白棋再跳 这个时候呢 这几手棋对双方而言啊 就几乎是没有选择的 黑棋还是得跳 白棋跳出来 这个B呢就形成了一个 怎么说呢 刚才还是互为模样的那种 大家互撑的棋啊 现在呢 经过这些时候 这些打入往天上跳之后呢 马上就从刚才那个格局啊 变成了互破的一个格局了 谁也不要为了 黑棋呢也 虽然还是有一些基础 但是也不容易为生特别大的空了 那白棋这边呢 那就更是不容易撑起大模样了 这棋确实一瞬间 由于这个一个选择的这么一个出入啊 一瞬间这个格局就是 完全变了 对 黑棋刺一下 这个刺呢 我感觉啊 我在看这盘棋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刺 可能陈阳也有点随手 他因为刺的时候 一般这个形状总是想着 别人接上怎么样 就是陈阳也可能就想着我刺一个你还能不接嘛 然后后面的招法呢都在他的这个预想之内 我估计这个是陈阳也当时实战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想法 是的 但这部刺呢实际上它是有风险的 它不是百分之百能刺着 而这一点呢确实 就是 袁胜珍可能状态也不好 或者说他个能也在这里没有细算啊 嗯 如果真是走出严厉的反击的话呢 这个事儿我觉得黑棋挺不靠谱的 其实 白棋现在最强的实际上是并这个 嗯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并这个的话 黑棋怎么办 假如说它接住 假如说接住的话呢 这个刺呢应该说就是一个失败的棋了 我再一次 那双的时候呢同时把你这个给刺 嗯 接上 对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大家看啊 这手棋基本上刺在双关的一个位置啊 对 基本上得浪费了半手棋 可能都不止 然后这一下 白棋再把这个脑袋一震过来 这个 估计黑棋就够呛了 如果这盘棋真下成这样 因为这手棋和这手棋交换啊 那不是一个等值的交换 那个差太多了 白棋站在这儿以后呢 不仅攻击了黑棋这个大棍子啊 这个 鼓棋 同时呢 大家看啊 由于白棋针过来这个头 远方虚花花的 是不是已经变成白棋的一个大形式了 这个大形式真的可以叫飞机场 现在是大形式了啊 你要是再往外跑 他就这么跟着追过来 这个地方一旦成空的话 那黑棋是不可能赢的 嗯 所以说如果 我反刺的时候 你只能接 那这个黑棋肯定不行 对 那么就是说 在白棋双这一下 第一下的时候 黑棋就要求反击 嗯 所以要冲断 对 因为你这个时候不反击的话 你没有什么别的棋好下 有的棋就说 是不是可以走这个 去走这个 白棋双过来 看上去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断的 但实际上将来被刺两下啊 此前这个形状是非常的恶劣 对 非常的坏 确实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 如果不能够在这儿 不能接受在这忍耐的局面 就只有反击 反击就是只能从那儿冲过来 哎呀 这个冲过来 说句实在话 感觉上 我觉得挺危险的 感觉上作战的前景呢 对于黑棋来说是非常的危险 非常非常的危险 再一打持 介绍 对 由于这个地方蒸紫呢 也是白棋有力 你也蒸不掉这个 是 白棋现在可以在这儿补一个 比如说走这个 嗯 然后再补一个 这个局部的杀器 这四个子跟白棋这一对杀器呢 肯定是杀不过的 白棋又有眼味 都快活了 对 那现在呢 从这儿打吃出去 又看不见出路 比如你打吃它跑 嗯 怎么办呢 下一时候你不仅蒸不掉它 而且下一时候 白棋这个贴还是先手 你如果看成这个贴 就被贴成这样的话 那这个地方是很难走出起来的 确实 很难走出起来的 这棋 黑棋实际上是相当相当的危险 如果想成这样 我们本身从一个形状来预判一下 就是看到这儿 看到这儿你看 黑棋上面一个钉刺 下面一个钉刺 这种 以这种一个很不好的形状来跟对方作战 其实从职业骑手的这种低感来说 就非常的不靠谱 其实有的时候下棋 如果包括我们下快棋比赛的时候 很多的局面复杂的话 是没有时间去计算的 也只能下一步去算一步 那这个时候用什么来判断作战的前景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骑行 通过这种经过多年训练的这种低感 来判断这个作战的前景怎么样 像这种 由我们专业骑手的眼光来看 这个黑棋的形状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不靠谱 是的 所以呢 我觉得原胜真 首先是陈阳叶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刺呢 稍微的随手 其次呢 原胜真可能也 不是特别敏锐 确实这个骑手是有状态的 你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 可能这种机会来临的时候呢 就是抓不住 好 这个刺 它刺这个的时候 白棋硬的特老实 嗯 我估计白棋可能在这也没怎么想 它就沾上 可能也没怎么想 那这下呢 就被黑棋便宜到了 黑棋这个刺呢 主要是为了这边能够更加的安全一点 牢固一点 这边的实力 那刺着的话呢 黑棋总是便宜的 嗯 这个但是很险 这个等于是漏了一个破绽出来 对手没抓住 这个很危险 黑棋小肤 黑棋也是很危险地 嗯 白棋尖一下 再贴回来 它是贴回来 哦 贴回来 贴回来 然后再挑这个 嗯 但黑棋现在刺到了 然后这下也飞到了 然后先手破了白棋底下的眼位 也就是它的根据地 然后再把这个头跳出去 如果像成这样的话 黑棋在这几个交换下人便宜 对对 主要是一定要跳到这个 对 一定要跳到这个 如果说 全局没有一个这么关键的一个选点啊 那可能刺一下 你就算有点反击 就反击就反击了 但是这个点实在太重要 啊 太重要 如果一旦被白棋争到的话 这起码就可能 就一大半就已经结束了 哦 那是不行的 嗯 白棋跳 你看到现在的时候 黑棋还是要往前跳呢 对 这头始终不能被争 黑棋这个一二三四五 已经这个成成五个单关跳的局面了 但这五个单关跳 缺一不可 哪个都不能下 你这个能省略吗 也不能省略 这个一旦被白棋震过来的话 还是很大 是的 这个是关系到双方的一个形式后保 太大了 那必须还是得跳 而如果说一旦黑棋能从这飞过来 这也还是很大 这个飞过来的话呢 白棋这块棋首先不活 这块棋不活 当然死也不至于 可是这块棋不活的话呢 白棋在这边打入的时候 这种活动空间啊 这个会受到很多的牵制 对 你就不能放心大胆地去打入了 你万一被缠绕起来也很可怕 对 同时呢 那震过来以后将来这边的白棋的破绽呢 也要露出来了 现在我从这打入的时候 这个字也变孤单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讲棋的时候啊 可能棋友们那个 有的时候看我讲棋多的话呢 会经常听到我提一个词 叫交通线 这三个字 这个交通线呢 实际上是怎么解读呢 就是生命线 大家知道在军事斗争中的时候 你这个一旦自己补给线 被别人切断的话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包括你一个军队被别人拦腰切断 蓝成两截 这也是很危险的 像这种棋呢 白棋如果跳回来 白棋就可以把自己跟大本营连成一体 同时把黑棋给隔绝 把黑棋的这个交通给隔绝 那这块黑棋 当然就是一块比较薄的棋 它也不能够放心大胆的在这边随便走起 它总是要顾忌一点 那如果这个交通线被黑棋站过来的话呢 我们看就是形成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格局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也是不可接受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交通线 这个交通线呢 真的是毫无疑问 它就是生命线 所以大家在下棋的时候呢 如果说能够把我们讲的这个概念 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用到实战上去啊 你的棋一定进步 而且是长足的进步 一定是 但是交通线呢 它在围棋的各种理念里 应该还是属于偏复达的那种理念 不像是那个特别简单的 什么只翻样取翻那种东西啊 这个需要您慢慢的去去理解 去品味啊 对 主要现在这个情况呢 不管是谁震过来 对上方的模样影响都很大 是 别看黑棋这棒棒棒棒 跳了好几个 但是每一个跳都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 一旦被人家震过来 这棋可能就差不多了 是是就不行了啊 这时候白棋刺一个 这个刺呢 跟这个好像在跟黑棋学习啊 但是呢 这个学历有问题 学历有问题 因为当初他这个刺的时候 就本身就是刺不着的 是的 可能白棋现在也想 白棋的想法呢 是先刺着一下 然后再刺 这个刺对这边有好处 然后再跳 或者他有可能飞 就让你冲断起来不舒服一点 都有可能啊 但是这个刺呢 是刺不着的 这个刺呢 也可以看出 袁绅珍的这个 禁忌状态确实有点问题 对 这不可能刺得着的 黑棋当然从这个天元这 反病一下 对黑棋 这太舒服了 这个霜一下以后呢 白棋刚才那一跳 就简单连回来的那个好点啊 已经无形中 就是你再也找不着了 对 但是呢 你又不能脱线 你脱线的话 黑棋这个飞过来啊 这个价值还是很大 所以白棋还是要抢这个飞 但是这样的话呢 白棋这个刺就亏了 就真的还不如 刚才就直接往前跳算了 因为这刺一下 这个子飘在空中啊 你要说的没价值 可能也是不客观啊 但是这个价值体现在哪啊 现在确实看不出来 就是你比如说把这个子从棋盘上拿下去 跟放上这个子 看不出对整盘棋子的这个进程和格局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呢 那这边就先吃亏了 这边你这个交通线本来刚才跳在这儿是直接连得很安全的 现在你在这儿你就流出口来了 比如说黑棋飞 黑棋飞要跟你争一条交通线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就把白棋穿断了 对啊 只不过黑棋现在是不是要争这个 他还可以再考虑考虑 所以说这个白棋这个刺呢非常有问题 非常有问题 刚才黑棋这个刺也不是好奇 但是白棋没有抓住 白棋没有反击 那白棋这个刺呢又是一部坏棋 黑棋抓住了 对 总之这个形状不太好 黑棋当初这个刺呢 我觉得还有可能有一些别的变化 就当人家反刺你的时候 对还有一些计算的难度 是 但是你点这个的时候 人家刺这个你几乎只有解上 你不可能冲断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说对 对白棋这个刺绝对是一个问题 对对对 邱丹与总结的这个非常好 这个刺就是显然 别人简单的ABCD 一下就不行了 这么进行下去 好 黑棋现在是走这个 走这个也很稳健 这手棋呢 因为这边 如果他继续在这走的话 他担心有单关的嫌疑 因为黑棋不走 白棋也不太可能再去花一手棋联络了 走这个的话呢 在将自身加厚的同时 还让白棋这边呢 就基本上不太可能成为什么实地了 这手机价值也很大 稳健的下方 现在白棋 现在这个棋呢 就真的开始进入互破的局面了 挂进来 跳 靠着 对 那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跳一下 主要是为了这个白棋 别点三三 别点进来 现在黑棋这两边也都比较安全 互破 那互破黑棋最大的选点在哪呢 就是这个 这个二路low非常的大 现在他有了这个子的帮手之后 他也不怕白棋外面形成后势 是 然后就把他角控破一破就行了 这个low的时候呢 确实白棋怎么去应对啊 还真的是挺难选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是普通的在这尖 黑棋飞出来 你可能还得挡一个 要不然人家二路爬进来 这个被搜关了很难过 如果这样的话呢 差一个 他甚至有可能走到这来了 这边走着走着 没准要成为黑棋的这个实力了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呢 其实挺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白棋在这个地方呢 确实还真的是挺难选择 在黑棋有很多帮手 在外面的时候 人家漏到这里 对白棋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并不是说你随便自己手手就行了 可能会被人家欺负到 对 如果你顶的话也差不多 顶了人家退完了以后 这边还可以 一般的时候 他还可以先加了一下 这个一般来说只能接回来 他飞回来 你这可能还要再补 这个跟刚才那个形状也差不太多 大同小异 所以黑棋low的时候呢 白棋对这几个图都不是很满意 白棋选择的是走在外面 走在外面呢 他如果加强自己以后 那对中间黑棋这块棋还是有所威胁的 寄予攻击的期望 其实黑棋这块棋呢 由于这边还漏着口 确实想攻这块呢 不是特别的容易 但是呢 总之不能马上攻到 也别让他下的太后 对 这是白棋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想法 我们看这地方 黑棋是怎么定型的 先拖一个 黑棋拖对 之后呢 这个定型呢 很有学问 黑棋也不是说 那白棋放给我时空 我就活了算了 也不能这么简单 也不能这么简单 还是需要在这地方出点手筋的 因为黑棋如果要是普通的肩的话呢 就不太好了 等下挡住 挡住 你这边还得做活 要不然太苦了 被挤了一挖 那你做活的话 大概就是糊了一粒 糊了一粒 这个 对 这个其实活了 包括这个活得也很舒服 将来白棋拐这个都是后手 可是呢 这个时候 白棋这个是重要的一点 白棋走到这一点之后呢 白棋自身应该说已经很安全了 包括这还有左刺右刺 那白棋走到这之后 我们真的可以看啊 黑棋这块棋的眼位还是很缺乏的 就是黑棋在这虽然活了脚 拥有了这个很多的实地 但是中央这个变薄的这个代价呢 也真的是不小 你看你要是脱线的话呢 以后它一次这边一搭 直接要出棋了 可是如果你在这继续补棋的话 你补了一手你都活不了 就它这时候在供你啊 这棋就 怎么说呢 黑棋就显得很被动了 对啊 这个不愉快 而且以后一旦周边白棋游子 你就面临要大眼的问题 是 总之这样一下就变薄了 这个黑棋不太高兴 变薄了不太高兴 所以实战陈阳夜呢 在这下的这个手筋呢 很值得大家学习 是一个照应全局的这么一部好棋 拖一个 拖这个 对 所以在这个局部呢 双方的厚薄是很重要的 黑棋要求 它比如说能就地生根 也不要让白棋下得太厚 对 这个时候的厚薄呢 真的是比这一点点实地啊 重要多了 拖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白棋也没有选择余地了 如果你这时候再顶的话 它退回来 这个差多了 你现在如果还是要走这个的话 首先人家不用虎这一下 即便是将来虎完了以后 人家从这点你的时候 你这个形状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子跟刚才这样白棋挡住 区别很大 这个区别很大 一下的话 你被黑棋爬到这一下 这边的形状变薄了 变薄了 黑棋在这个追求你形状保卫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我点 你虎我也顶 一走一搬 我直接就连眼带空 就全走出来了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不能接受的 是 所以当黑棋拖的时候呢 实际上白棋在这 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这个黑棋这个拖呢 等于是命令型的一种下法 势必要把它搬掉 是 只有把它吃掉 打吃 黑棋打出来 对 打出来的时候 白棋实在那个长 还是偏稳健的下法 其实要是凶狠一点 可以提 提我估计它是怕人家打吃 白棋可能是怕人家打吃 那这样的话 形成一个结征 这个结征确实 会比较复杂一点 而且这个结 双方都很重 如果黑棋打赢了 沾上 这块棋马上面临生死问题 是 它实际上是退这个 退这个比较稳健 那退这个的话 黑棋也比较开心 黑棋拐打到这一下之后呢 这个块棋局部就基本上已经活了 是 这里是进活 接上 白棋飞一个在这 白棋飞 黑棋也飞 这个黑棋飞呢 这个同样啊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同样是交通线的概念 这个必须得连 虽然这块棋黑棋已经活了 但是如果你不连 被别人把这条交通线封住 你就在底下坐活的话 那外面变薄了 这个接受不了 所以交通线这个概念呢 基本上在一盘棋 在每一盘棋的对局里面啊 都会出现 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就是不管是高水平的棋手 还是这个初学者 你只要能够完整的下一盘棋了 这一盘棋的百分之百 一定会有交通线的这个概念出现 如果棋友们经常听我们讲棋的话 能够把这个概念啊 就是深深的装到脑子里 每一盘棋都会去努力的发掘这个东西啊 一定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像这盘棋已经两次了 这个还是要飞 这个交通线非常的重要 飞断了以后 为什么强调这个交通线呢 现在这两个子面临要回去的问题 是 还有这底下 刚才我们说它是活了 但是呢 黑棋这一代 以后有先手 一大飞它就死了 对 那么这一代有先手 就牵涉到这块鞋的后包 是 所以这会影响到周围子力的后包 对 看上去这手鞋好像是个单关 跟自己的后死活没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这个交通线呢 对未来的这种影响啊 超级的大 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 整体死活和后包的问题 这都是木 只不过呢 在围棋中啊 大家都知道 下到最后要凭木多来 来数胜负啊 可能呢 有些人就是对木术的理解啊 就非常的浅薄 就是觉得这个手术 这就是木啊 那实际上不仅看得见 能数出一二三四来的东西是木 实际上对未来的后包 死活产生巨大影响的 这个也都是木 也都是价值 只不过呢 这些价值它是隐性的 你需要一定的水平 和一定的境界啊 才能看得到 其实这个也是 如果你能看得到 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呢 那就是一种进步 这个是要修炼 这个非很重要 非很重要 白棋呢 这个必须要往回连 白棋往回连 黑棋先点一下 白棋现在没有挡 对如果再挡的话 这个倒是真有可能是后手了 对 现在黑棋应该不着急连这一下 对因为这个已经把你给分断了 你自己也连不上了 跳一下 然后白棋这时候去打入这边 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是硬的话呢 黑棋这个 那边要是能拖起来 手一个 这一下手出四十多目起来啊 黑棋实控上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是 所以白棋呢 这时候抓紧去打入 这个赶紧进去了 对应该说这个打入也挺让人佩服的 袁胜珍毕竟也是拿过世界冠军的棋手 对 大家都知道去年的年底三星杯上 他是2比1战胜了鼓励 而且呢 崔志涵 而不是这个袁胜珍的力量非常的大 对 我听说这个韩国棋手 在描述袁胜珍的战斗力的时候呢 就是说袁胜珍是韩国棋手里战斗力最强 屠龙技巧最好的一位棋手 没有之一 就只有他 就只有他 只有他 这个确实很厉害 他确实那盘棋 那次比赛也吃得鼓励了一下大龙 总之呢 他这个打入呢 看上去其实多少有点风险呢 但是实战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单的弄两下 白棋就逃回去了 黑棋肩顶 必然 白棋搬一下 小飞 这个飞好 飞到这的时候呢 由于白棋这边毕竟还是有点厚 子数很多 黑棋要是强行封这个头呢 就有点危险了 这边不太好 你要是能封啊 你射这个可以冲 顶住 你要强行顶住的话 它一旦就断不进来了 已经断不掉了 所以你断的话 它一反断 打车一下一反断 这个是跑不出去的 是 这个是不行地 而且我们看它飞的位置 飞完了之后一打一顶 这里好歹看起来 有扳只眼那样 对 对 你要是强行靠的话呢 这边大概也不行 它刺完了以后搬出去 总之 这个时候呢 黑棋需要冷静 你别觉得好像自己心胸骨 围的空 怎么这么快就被别打入了 那这个时候 只要是对手下到这个位置上 确实是好奇 你得接受 你吃不掉的 这是 对 有些东西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的东西 是不是一定都不接受啊 不行 不行 你得有一双慧眼 有些东西 对 有些东西呢 确实是你不接受 你凭自己的勇气 凭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它 去它敢打入 把它干掉 这些东西呢 确实是很好的一种素质 应该要表扬 但是像今天这种局面呢 这个东西真的吃不掉 真的吃不掉 你心情再不好的话 你也得有一种 就是忍耐的心 你得去接受这些 对你来说是无能为意的事情 这时候呢 在这之间需要一双慧眼 得看得清 得分得清 什么东西是能接受的 什么东西是不能接受 又不能改变的 这个就需要水平 对 这个需要水平 实在我们看 其实陈阳烨是一位 非常凶悍的棋手 他这个棋盒很足 我以为他的凶悍 是体现在木树上 就是 就一目两目那种 他绝对是很凶悍 他真的是 怎么说呢 这个 在胜负心上 是非常强大的一位棋手 包括这个死活上 也是非常强的 你想陈阳烨当年的成名之作 就是2005年 那时候他还很小呢 16岁还不到 在这个LG杯上 那一届正好我也在参加 LG杯的16墙上 他就涂了一条李长浩的大龙 那个时候 李长浩比现在的这个实力 还是要强很多 那肯定 他的成名之作 就是这一盘棋 你想他的战斗力得多强 但是这时候呢 没关系 他判断出来确实吃不掉 这个还是很优秀的一个 这个素质 冷静 靠就挡住 先隐忍 对 对一下 然后火 白黑棋可以打一下比较愉快 但是不管怎么说 白棋在这个局部的作战呢 应该说还是取得了 意想中的一个效果 把黑棋的空都破了 黑棋刚才那个看上去 很大的一块空的 现在就剩十几目期了 白棋连回来的同时呢 还带着眼 像底下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带着眼的 是的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啊 白棋通过这个局部的战斗啊 还是 怎么说呢 把局面是走得比较焦着 比较焦着 就是白棋现在 当然黑棋现在还得拆一个啊 白棋现在在实际上应该说是占优的 毕竟黑棋的空都被剖光了 但是白棋确实有点薄 这个棋尤其是这边 包括这边啊 白棋有点薄 这里还欠一手 对 所以说你要是讲这个棋 白棋的这个优势啊 这肯定是 受不少 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相信啊 呃 袁胜珍他在实战 就下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局部结束之后呢 他的心情一定很好 对 因为他在这儿 基本上没有冒什么风险 就是打入实际上是有风险的 但是呢 哎 黑棋陈阳叶一沉着一判断啊 就是让白棋基本上很轻松的就 就连回去了 嗯 他这个之前先团了一下 是 跟他飞一交换 飞这个 然后再走这个 这样连回去以后呢 正常的一个思维方式啊 就棋手都是有 有情感的嘛 正常的思维方式呢 当一个局部你占了便宜 或者说你走到了你一个 预想的一个效果 很开心的时候呢 这个棋基本上 不知不觉这个优势意识啊 就自生了 对 优势意识自生了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很可怕的事情 哎 实际上这个优势到底有没有 这个优势有多大 甚至到底有没有啊 这都不好说的 往往你呢 下完期复盘的时候 你才能发现哎呦 这时候我没有优势啊 对 我怎么有优势意识的呢 就是因为下的太顺手了 嗯 哎 实际上我我想呢 就是很多职业汽车 都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啊 哎 输完期以后才发现 哎呀 我这时候怎么有 能有优势意识呢 对 我相信袁胜珍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嗯 我们一会就能要看到啊 这个 嗯 白旗的败招呢 实际上很快就走出来了 嗯 黑旗拆 嗯 白旗把这个挡回去 这个非常大 这确实非常大 这个呢 就白旗现在木树上 刚才把这破了 然后又把这两个连回去了 嗯 他确实有优势意识 就是觉得自己木树领先 但是他忽略了他的宝握 对 其实像这种地方呢 以后比如说白旗一立啊 两边的黑旗 活旗虽然没问题啊 但是这种地方相会啊 三路相会 被别人这么蓝根刷下来 这木树上是很 怎么说呢 很瘦的 对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可以先把这个敞回来 对 这个是先手 这个让白旗薄上加薄 对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白旗虽然薄 但是啊 你要说能付出多大的 这个多惨重的代价 这很不好说 很不好说 因为黑旗本身自己呢 也有很多 要被白旗接应的地方 甚至于包括白旗这底下 都有潜在的这种眼 这个应该讲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估计袁慎真真也不怕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肯定没想到 然后 接下来 好奇 对 而且靠这个呢 是局部的一个定型的好手 这里没法反击 你要是想从上面反击 什么的 这一下就漏了 你搬了那场 就封锁不住了 这只有搬 只有搬 然后他一尝 但是尝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就是这盘旗的分水岭啊 就在这里就倒来了 其实 我相信我们这卖一个关子 先不往下摆的话 可能很多旗友 在看这盘旗的时候 都会很纳闷 这旗 这旗有那么关键吗 是吧 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这旗还真的就是这么关键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黑旗这个本身 顶了往后退 是好手 是好手 他把这个子吃进来呢 有很多幕术 而且呢 间接的防你这个冲段 厚薄 你以后冲的时候 他这么一冲 他一反爬 这个退还牵手 这个旗活得比较舒服 对 这个上面也比较厚 底下也是活了 是 这手旗呢 有它的价值存在 同时呢 它还威胁着白旗的一些弱点 比如说你不能脱线 你脱线的话 人家从这一挖 这个真的是要出旗了 坏了 对 但是呢 白旗要补是肯定的 可是白旗应该怎么补啊 这里面学问大得很 那白旗实战的这手旗呢 这个瞻啊 这是一部大恶手 一部大恶手 太退缩了 对 这个太萎缩了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啊 从职业旗手的这种心灵上的这种判断来 就是我以己之腹度他之心吧 我觉得它有优势意识了 它有优势意识了 那这手旗呢 真的不应该走在这 走在这的话 明显被黑旗先手立 这个先手立 大家都看得出来 黑旗明显把白旗给挤压了 同时自己还得到一些东西 那白旗怎么能接受呢 那肯定是他有优势意识的 是 这手旗要补的话呢 应该要唬 一定要唬这个 这样对黑旗中央的会有很大影响 对 以后这 就是算一个往前贴一个 中央这个子也快连回来了 我往前贴的话 你这几个子是不是便宜都不好说了 也可能损了 所以我唬的话呢 正常来讲黑旗应该是拐 黑旗应该是拐 那白旗在这就要征先手了 白旗征先手可以走 可以在这边走旗 比如说虎了打吃 这个很大 那非常 如果要走的话呢 这手旗直接也要跳到这里 就是要扩张这边的同时 还要威胁要连 你还吃不吃啊 你如果吃的话 他就送给你吃 那这旗 黑旗吃了也输了 是的 总之白旗这手旗呢 如果是这么下的话 这旗离胜负还非常的遥远 对 非常早 这旗 黑旗是不是能够成功的 把这种后事转化成 实际上的这种优势啊 黑旗实际上 毕竟还是有点落后的 这个对于黑旗来说 也是很具挑战性的一件事情 没错 那白旗实战这一瞻呢 这个黑旗太高兴了 这两个便宜很大 是 以后黑旗要再走的话 黑旗直接飞到这了 吃你的同时 还破你的空 这样的话 白旗在这一个局部 这一缩呀 他不是缩一目两目 他这个优势意识一大以后呢 他这个别人打过来一拳 他本来应该反击一拳打回去的 他一往后一闪 他自己的好大一块地盘 就让给对方了 这个是不应该退缩的地方 退缩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所以我觉得 即使判断这起 你有优势 你也不可以随便的退让 对 你这个要判断清楚 你优势 第一你到底有没有优势 第二你的优势有多大 这个你多少得判断一下 你像这种 完全凭着心情 凭着这个局部得利以后的 这种愉快心情去下棋 很危险很危险 也很不理智 可能一会儿就没有优势 对 大恶手 黑棋跳 好棋 这个跳很重要 跳完了以后 白棋这块棋的薄位 逐渐开始显现了 而有了这个子之后呢 白棋在这已经不好联络了 下一手黑棋从这边打入 这非常的严厉 这边到底是谁空多 就已经说不清了 所以白棋呢 在这儿要走棋 走棋之前 他又怕别人在这里一虎 把它都断掉 在这儿呢 白棋不得也要卖肉了 要损失 就苦肉计了 这也是 做两下交换 很损啊 这个好损啊 本来的话 白棋如果这边没有风险的话 白棋简单 它二度立这个定型非常愉快 你挡的话 它一路在一半 直接都点到二度来了 现在这个靠完了以后 这个断 这个损失 对于职业系统来说 这个真的是 眼泪鼻涕一洗流啊 很痛心啊 很惨 这个损失 因为我把这块气 彻底的给他已经走活了 走活了 而且关键自己还没有走后 依然有问题 把对方走活了 走活了之后 自己还没有走后 这种搜刮的手段全没有了 这很痛苦 是的 然后再飞这个 对 它这种飞呢 其实就是完全的自保 本身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因为你想 我将来从二路一漏的话 你这个地方你想维控 是很艰难很艰难的 但是呢 它为了防止对方打入 还是要在这里走气 这个吃呢 是职业骑手 都很喜欢的一种下法 一边攻击的对方 一个一个吃 对 一边攻击对方 一边还来增加自己的目数 这个对于白旗来说很痛苦 好 而且是先手 这个肯定不能死 这个死了的话 时空就不够了 黑旗再吃 再打吃 这边在搜刮对手的这个过程中 自己的目数增加的很愉快 很好 现在黑旗打吃这个呢 白旗又拖先了 白旗这个 继续拼抢控 我估计从这首棋来看啊 从这首棋来看就是 原生真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起伏啊 思维的起伏非常大 对 他走在这儿的时候呢 他觉得是优势意识 所以呢 他忍耐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白旗是应该补齐的 对 白旗这块旗 这两条大龙不能够被结成养断 被结成养断像石弹一样太危险 基本上要出人命了 但是为什么 就原生真肯定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擅长吃别龙的人啊 往往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弱点 会有这种 会有这种敏感的这种认知度 可是他为什么不补呢 他为什么要走这个呢 就是他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的时空啊 有点不足了 因为这边确实损失很大 我相信他在走的时候 他不是开心的心态 他肯定也是心痛的心态 在走这样的棋 所以呢 忍耐了几下之后呢 他突然间发现不对了 这棋我要是再继续忍耐的话 可能不行了 就是这种心态的起伏 就跟过山车似的 刚才在风鼓 现在在风底了 这个对于职业骑手 在对局中的这种 实战中的这种心态 特别的危险 特别危险的一种行为 一旦哪位职业骑手 在对局中 前面骑手骑是这样 后面骑手就这样 这其实基本上 就离书就已经不远了 用通俗的话讲 就枪法已乱 他这手机实际上该补的 他又不补了 刚才那是不该补的 他补了 他争这个的话呢 那这个就给 门户大开啊 就等于是给了这个 陈耀夜一个 非常良好的出拳的机会 而实际上 在技术特点里呢 陈耀夜是非常擅长下这种棋的 我们来看一下 精彩的屠龙表现 打吃 打吃 这样的话 这一打吃之后啊 实际上我们细细的看 黑棋已经把白棋的分段开了 就是白棋这边的几个子 跟这边的大龙 已经不可能连上了 现在必须要补这个段 不然被人断开了 黑棋冲过来 这个冲过来还是先手段 然后白棋 对你还得必须得搬 或者被人家墙上面死了 实际上这还是先手段 那这个时候呢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是的 黑棋把这个先团掉 嗯 这一壶 它一壶这个 这个还是要补的 那这个不补的话 人家这有个打吃 是的 这个打吃你只能沾它一提 这点眼味就出来了 对 黑棋这个壶呢 这个时候语言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叫图穷避现 就是刀子已经掏出来了 你能不能活骑 这是看你的本事了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由于刚才 这个黑棋已经把白棋 这块就分开了 白棋在做活的过程中 这边也不能死 这边死了 实际上这个胜负来说 结果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这个尖 基本上是绝对先手 对 那一般的话 你这底下只有一只后手眼 是的 那这边呢 由于黑棋已经是铁后了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本来白棋这单虎 正常来说是有一只眼的 现在连这只眼都没有了 现在你单虎的时候 黑棋可以跳这个 靠一路的手机 你挖它就退 你冲它就退 一直退到底 你连这只眼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白棋 这非常的危险 很惨 我们看白棋怎么挣扎的 这个时候啊 已经有点晚了 嗯 这时候陈阳叶的刀子 已经掏出来了 你这时候 喊投墙已经没用了 反正 人家就是要杀你了 也要杀你了 嗯 嗯 嗯 提一下 提 然后来 嗯 加一下 加一下 这个都是命令型的 嗯 你这个 提截的时候 虎这个 对 虎的话 这时候白棋跑 哎 我们看啊 其实原创珍还是有点本事的 这地方就搞出一个截来 是 刚才这个脱完了挤呢 确实是好棋 嗯 但是这个局面啊 搞出一个截来 没有用 这棋真的是 怎么说呢 千古棋举 可以说 奇怪的棋 说实话呢 大家都知道啊 嗯 你要是杀别人大龙的时候呢 别人一般都解才多 对 奇长一尺 总有很多本身截 对啊 奇长一尺 无眼自活 总有本身截 那偏偏这盘棋 连本身截都很难找到 嗯 我们看黑棋现在提截 等会黑棋这地方实际上还是有本身截的 是 黑棋有本身截 那白棋现在去哪里找截呢 白棋居然满盘棋找不到截材 这棋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 有些截你不能找 你比如说你打吃人家提 你这地方你是不能找的 这都是损截 那这时候白棋意外的连一个截还都找不着 然后白棋选择是虎这个 这黑棋好歹还有一个打吃的截 对 虎这个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看成阳叶的精彩表现啊 非常漂亮 充 靠这个 这个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抢手 真的是想不到 这靠是先手破掉中间那只眼 然后再接 这棋居然已经活不了了 这时候白棋扳的时候呢 黑棋就糊住 给你一只眼 这只眼我不跟你计较了 像这棋居然白棋就怎么也做不出第二只眼了 是 真是神奇 鼓这个 挤住 反正是要杀你了 那么糊 也没有用 底下也不是眼 自己在这里还做了一下 粘了一下 这个是打姜 黑棋先挤掉 白棋这活一半等于是认输 也是不行的 只有硬的头皮接上 黑棋扳破眼 这地方是没有眼的 这地方是没有眼的 这只有一只眼 那就是看中央能不能搞出棋来了 我们最后学习一下陈阳叶最精彩的一部手劲 冲吃 冲吃 冲吃完了以后 白棋这个单顶 单跑出来啊 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一手棋 陷阱 如果你要是先打吃 这棋倒是简单了 你先打吃 你在街上的话呢 黑棋就简单在这一提 这样的话 没有用 白棋怎么下都不行 看得很清楚 对实战 白棋这个单跑啊 这棋真的是有迷惑性 这时候一步留神 这棋就逆转了 如果你要现在提的话 显然不行 你现在提人家从这一打吃 你一粘人家一粘 这棋反而你被吃掉了 不能提 那能提这个吗 提这个也不行 提这个它打吃完了以后 你接 白棋可以从这接 黑棋只能粘 对 你粘完了以后 白棋从这一打吃 这个坏了 黑棋也不行 白棋这个跑呢 还真的是很有趣的一手棋 很有迷惑性 单跑 单跑 但是这个时候呢 陈阳烨早就准备好了 绝妙的妙手 我们来看 鱼形的妙手 走哪呢 单粘 自粘 这个真的是绝妙 这手棋一下就把白棋 这个斗志给击溃了 没错 白棋呢 没有办法了 白棋如果粘的话呢 这时候黑棋就不提这个 黑棋可以提这个 就还原了 所以白棋呢 在这个地方 最后是只能选择粘这个 对 它这里还交换了两下 但没什么大运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对 最后一首棋 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一百五十一手 断斥这个 白棋打龙 全部阵亡 最后 这是这盘棋的最后一首 白棋一百五十一 打斥到这里的时候呢 对 陈阳烨就只有黯然认输了 是 我们本来说这个棋都是 棋长一尺 无言自活 但是真的到后来的时候 人家真的动手要杀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第二只眼怎么也找不着了 是 确实我们也能从这一盘棋感知出来 这个陈耀燕 强大的力量 和这种对胜负 对死活的这种特别敏锐的这种感觉 对 这一点呢 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牵手 确实很值得敬佩 对 很棒 好 那么陈耀燕呢夺得了这一盘棋 也就是关键的主将战的胜利 为中兴北京队呢 可以说夺得了主将战 宝贵的这一分 很精彩的一盘棋 对 是的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 好 感谢二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的文凭论道 在这里呢 要和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奇情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